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谁能在四个小时内为一万五千名演员同时化妆 三千六百副头套如何经受现场二百多台摄像机的检验 美丽的飞天为何难以见其真正面目 升起的五环下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现代奥林匹克一百一十二年的历史上 规模最大的一次群体表演 华美的妆容优雅的造型 这些震撼世界的中国味道 出自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徐家华主导的造型小组 应该来讲严格来讲脖子以上全部要由我们设计 但是手上的装饰啊脚上的装饰啊也是我们做的 在张艺谋直接领导的几位总监中 徐家华的名字让人觉得有些陌生 他没有显赫的海外从业背景 没有广泛的大著知名度 甚至在这之前 他都不曾和张艺谋有过接触 之前我真的是从来没想过我会参与奥运会 其实就是张艺谋跟我见面的时候我也没有抱很大的希望 徐家华所在的上海戏剧学院创立于1945年 北京奥运会视觉总监蔡国强和灯光总监莎小兰就毕业于这所学校 实际上不被公众所熟知的徐家华 在中国的舞台美术界却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他是中国舞美学会副会长 上海市形象设计专家组组长 2007年8月21日 张艺谋第二次约见徐家华 将奥运会的节目内容告诉了他 并要求9月19日以前 将确定的团队名单上报导演组 不过他说你不必要 就是只是在国内进行选择 他说我建议你在全世界范围内 寻找一个最好的设计师来组成一个团队 他说因为开幕式我们想把方方面面的工作都做得最好 在按照张艺谋的想法寻找国际造型师的过程中 一家涉外机构向徐家华推荐了一名西班牙的顶级造型大师 并且该机构承诺负担全部的费用 但他们希望奥组委能够给予某种形式的回报 9月19日 徐家华将此事汇报给了导演组 张艺谋的回答是 不可能有任何形式的回报 看到张艺谋坚决否定的态度 徐家华拿出了他自认为最理想的一套方案 由毛歌平 陈敏正和莽杉杉组成核心团队 如果请好莱坞的或者请法国的西班牙的这些大师来 可能会有另外一种工作的一个状态 可是我想开幕式它会大量的有一个中国元素在里边 如果我们国内的最好的造型师来设计的话 说不定也会搞得很好 而且这样我工作起来会更顺一些 看过毛歌平 陈敏正和莽杉杉的作品之后 张艺谋认同了徐家华的方案 并再次强调 我只认你 如果你决定用他们三位 他们必须对你负责 我觉得张导演他还是很给你一种创组的自由 他觉得你觉得合适 你这个团队能很好的运作就行了 他说我反正只认你就行了 陈敏正是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的造型师 曾担任近千余部影视剧的人物造型设计工作 连续三届获得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颁发的化妆金像奖 莽杉杉来自总政歌剧团 国家一级古美设计师 1986年至今为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主要演员设计造型 而毛哥平则是公众认知度比较高的明星造型师 他拥有自己的化妆品牌和化妆学校 2007年12月10日晚上8点 张艺某第一次审看造型组的化妆设计图 他说要反晚会 他说我的反晚会就是不要再像过去晚会的样子 已经大家都见过了 已经看了甚至有点厌烦的东西再重新再出现 为了让张艺某对造型组的实力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徐家华第一批设计的 是最能体现造型功夫的武朝盛世 也就是唐宋元明清的人物造型 一天晚上我记得天挺冷的 然后我们组的时候 今天我们要大家要图个吉利 把每个人身上都带点红颜色 然后我就带了一个红的羊毛围巾 毛个瓶 陈明正 反正个个都带点红 那些组其实蛮忐忑不安的 就是说很怕被否定掉 看到这些华丽的设计后 张艺某说 奥运会开幕式的经费很紧张 而这些节目的演员人数都非常多 所以必须先做一些小样 进行成本核算 才能确定是否采用 另外他更担心 这些设计图的实际效果是不是好 他说你们图子确实画得不错 画得挺漂亮 画得好没有用 他说得做出来 在演员脸上好看 那才真正的好看 我说导演你放心 我说我们做出来的 肯定比画得还好看 放心 那我就看你们的 但是27天后 正忙于赶制造型小样的许家华 接到导演组通知 节目发生了变动 但是你看好了定好行李后 一开始最让我们兴奋的 就是表现这个 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 我们你想想宋朝 我们设计了很好看的金冠花冠 很好看 然后我们就做样品了 做了一半的时候 后来导演说 节目有变动 说只保留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不但宋元明清的造型被取消 唐朝的设计风格也从夸张艳丽变为古画的风格 三个多月的心血 请客之间就被推翻 而此时 距开幕式只有不到七个月的时间了 这是百年奥运史上规模最大的群体造型 一万多张面骨 在他手下变换中国色彩 历史一年 耗资三百万 他用中国制造 征服世界 奥运会开幕式造型总监 徐家华 解读你未曾见过的开幕式造型 是立下军令状的 军令状它规定你几月几号完成什么 几月几号完成什么 你必须要完成的 这个军令状一张贴在导演办公室 一张留在我这儿 我必须要对照时间 要跟上这个进度 无论我们个人的心态怎么样 无论我们自己是否愉快 我们对我们的工作是否满意 我跟你说你只有一次 你只有一次这样的体会 很难得 我自己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心情 我才全力以赴 我才承担这个工作 所以希望大家都用这样的心情 去严格要求 在唐伟人造型设计完成三个多月后 2008年5月5日 终于有了第一次试装 这也是张艺谋第一次 见到造型试装效果 那不就像昨天在贴大花 贴大花 我也喜欢 我不知道 贴是贴的 贴的话一定是镜头要到这儿 导演他其实他一直是在镜头里看的 他说在现场是没人看得见 你们画什么的 你画得再好看也看不见 主席台也看不见 观众也看不见 但是电视镜头里边 人人都看得很清楚 脸上是累的 脸上是长眼 对 我给空看 挺好 说明很美的 说很美就很美 我少聊也没见过 都要跟人说为你 对 这种发型有特别糖 我们当时设计一直就讲 要有糖味 要有糖味 但是你光有糖味 你没有美感也不行 所以我们上面的视频 你去看整个资料里边是没有的 我们觉得哪儿好看往哪儿装 怎么好看怎么贴上去 就不按照那个资料里边来走 所以就是写实和协议结合起来 我们就把发型说一下 把这个发型你们 这两个好的是吧 对 把这个调一下 对 而且按照导演说 那个在走的时候 不要再走这样 旁向 说这长了 这个再长 没有意思 就知道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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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意思 再走别的方式 也别走这个方式 也就走这个方式 对 完全靠 还有个糖代的 那个是出的比较多 就比较大 大两个子 其实也有 可以把那个 也有 可以把那个 也有 昨天到我们那儿试过一个 我知道有 就是两个 对 对 但最常见 我们当初的是 那 昨天晚上我们都过来 已经做了 做了几款 或者我们想 人动成打成金 不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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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尉的 那个是糖尉最典型的 也是用的最多的 比较吧 我倒觉得没关系 因为你想 初心 你出不了 那个文化的胸 对 那咱就说 拿着衣服 咱的衣服 咱做成其他的 那还不行 你还 这衣服 大家都是在 这个大的范围里 这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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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俩都没问题 对 她说很担心化妆 一个担心 她最近说 那个头发的问题 怎么办 要梳理的话 是来不及的 戴头套的话 常常很假 不好看 这是一个难题 第二 这么多演员 化妆怎么办 来不及怎么办 8月14号 见面的第一天 她就跟我谈这个问题 从来没有 一下子 一个演出 要化一万多个演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就是说 在训练的时候 还有一个牵涉到 保密的问题 我不能跟这个学校说 你们是画 唐朝的一个 什么造型 你们是画佛 或者画什么 又不能说 怎么办 就把所有的节目 按照编号 一二三四 排到三十几号 然后就告诉这个学校 比如说上戏 我跟我们学校的老师说 你们是画第十三号节目 和十二号节目 这个节目是什么 他们不知道 然后我们就把我们 四张的这个图纸 把头发掐掉 把服装掐掉 就留一张脸 就把这个图纸给他们 你们学校 就按照这个三号 五号 七号 这样的一个节目 去练 2007年五月初 开幕式上的 700名化妆师团队 初步确定 他们被分成若干个小组 每个小组 负责一个固定的节目 每个节目 要求在十分钟内 结束化妆 但是五月中旬 徐家华发现 这样分组负责的方式 效果非常差 后来就是每个学校 都这样练 就觉得时间特别紧 而且我去看了以后 我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比如说你化的妆 他手可能重一点 他化的妆 越轻一点 那么整个600个人 700个人 放在一起的话 就是有声有钱 就很不同意 这时距离奥运会开幕式 只有不到90天的时间 而且奥组委 对造型组的人数 有严格限制 再增加人手 是不可能的 另外 即使增加了足够的化妆师 也无法解决 手法轻重不一的问题 后来就规定 全部进行流水作业 就是你管打底色的 你只管打底 打出来的底色一模一样的 你画眉毛眼睛的 全部画眉毛眼睛 所以你看我们到 那个鸟巢工作的时候 那个墙上都贴着很大的字 眉眼 好 演员就在眉眼那个地方排队 打底 都是全部都封好的 然后头套 就是流水作业 它一个是解决了速度的问题 第二解决了一个统一的问题 这是开幕式上 带头套演员最多的节目 孔子三千弟子引送 尽管现场有200多台摄像机 在捕捉各个角度的细节 但是张艺谋所担心的 头套胎甲的问题 并没有出现 我们所有的头套 都是按照演员的 具体的尺寸做的 就是每一个人的尺寸 只能是符合你的 那这样戴上去以后 它就很合适 不会出现戴不上 或者有宽松的感觉 这些头套都是由真人的头发 经手工勾织而成 和人造纤维相比 用真人头发制成的头套 光泽度高 容易达理 舞台上即使是镜头 推到细致之处 也很难分辨演员的头发 与头套的差别 而制作这样一个头套 需要成本一千多元 如果全部用咱们中国人的头发 织出来的 前头就织弄的 头发硬了 所以我们还要加一些 加一些欧洲人的头发 就比较软 那前头就很贴 很容易起那个造型 对了 孔子三千弟子的这组头套造型 实际上并非出自史料 高雄的头套 是为了匹配演员宽大的戏服 而这些类似羽毛状的装饰 则是用人的碎发做成的 它整个造型 它应该是表现一种先锋道服 那么在造型上 我们把它这个地方加高以后 它在整个比例上就舒服了 当初我们做灌饰的时候 上面是用三根人造的羽毛 张一谋 他当时一看说行 这个挺好 这个诸子百家的迎送 张一谋第一眼就很喜欢 他说这个造型我特别喜欢 很好 后来他马上说 这不行有个问题 他说这个羽毛要出问题的 我们当时不理解出什么问题 他说这个动物保护组织 它们会很敏感 他以为你开牧师 你杀了多少鸟 拔了那么多鸟的毛来做这个造型 好 我说我们一定用其他的材料 他说其他的材料 也不要做成羽毛状 哪怕你不是羽毛状的 它感觉也是羽毛 那就很麻烦 后来我们就是让四川 就是用那个碎头发 把它经过处理以后 做成一种纸 像纸一样的 很轻很轻 而且光打上去它是透的 放在那个竹子上 它都是有一种很古朴的 那种美在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终于原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8月8号那天 我一直在化妆场地 我一步也没有离开 我每一个节目都去看 我才能放心 我觉得最重要的 就是8月8号这一天 后来到全部化完以后 我坐下来 就觉得我没有吃过东西 也不觉得饿 一想我怎么中饭也没吃 怎么晚饭也没吃 而且发的面包也吃不下 然后等他们全部都结束了 上场以后就坐在那边等 今夜金光灿烂 8月的中国 我就一下子觉得特别累 就是全部事情都做好以后 就觉得很累很累 就坐在那地方 就看着那些化妆室 在电视机前面 蹦啊跳啊很兴奋啊 这个时候就觉得呢 又开心又很累 这样的一个感觉 这些在空中飞舞的 是来自东黄壁画中的飞天 是歌神和乐神的化身 张艺某告诉造型组 飞天形象要成为 北京奥运会上的一个标志性形象 为此造型组花费了大量精力来设计飞天 但在实际转播时 飞天却给造型组留下了巨大的遗憾 然而造型组精心打造的飞天 在电视转播中根本就看不清楚 原来当时空中已经吊起一个巨大的LED屏幕 为了制造五环缓缓升起的效果 就不能再给飞天打光 否则就会暴露早已升起的LED屏幕 那么这样的话演员脸是黑的 一开始在排练的时候 是看不到演员的脸的 就等于是没有头的 因为他头上一亮 身上一亮 那个脸就没了 后来导演说 这个肤色要打得很白很白 有一段时间 我们把演员的脸 基本上打成像白纸一样的白 笑的时候他们牙是黄的 都特别白 但是还是不是很理想 可是后来我觉得到最后 可能也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技术问题 所以我觉得飞天是我们最大的遗憾 我们在飞天的造型上 也清除了很多的心血 这是一次奥运史上最大规模的光影器官 三千台电脑灯 五百米长巨木桃眼 这场武高科技演绎的视觉盛宴 出自一位顶尖灯光设计大师之首 明天游异时期 请收看北京暴露会开幕式灯光设计师 邵小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